今天离这个开学大概还有个两三天啊 我们来学校今天老师他们都回来了 现在我来到了喀布尔最大的一个超市啊 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门居然不是电动的啊 手动的 但是没有关系啊 这个超市超级的大 今天跟着我的新的翻译啊 过来了 看到这里有这种大米 1500块钱一袋 和人民币的话120 苏元 这个大米来上个十二代 十二个人 对我们有十二个老师 一共是一万八千六百啊 把这个钱给老板 大概是一千四百人民币左右啊 现在把大米买好了 装车吧 今天在超市采购了十二份这个大米啊 准备回学校发给这个老师 在这个车上买了一些这个大米 刚好十二份啊 然后送给他们所有的这个老师 要不把这个车打开 我们把那个大米发给老师吧 把这个打开一下 找一下那个副校长也可以啊 胡赛胡赛这个大米发给他们 每个老师一份一袋大米 这一袋大米的话一百多块钱啊 给他们每个老师发上一袋 算是回来一次一点心意啊 问一下那个大瑞士是十二个老师对吧 十二个啊 距离开学还有几天啊 我们问一下这个校长今年有什么东西需要买的布置一下 我看 但是感谢你这边 呃帮个忙他们 然后这边有需要修有些修的修缮的是吧 这些地方应该需要 哦就是做一个花园是吧 对对对 春天的时候是吧 现在距离春天还有一个月啊 现在种是吧 行行行那我尽快啊尽快安排 然后还有还有什么任务啊 还要花 花是吧 买些这个花花啊 副校副校长有什么任务 你问一下副校长有什么任务 还有呢有有些那个铁 还有有些窗户要 窗户要喷一下油漆是吧 啊就是这上面放一个徐水桶是吧 对对对他们之前是自己打水的啊 嗯自己打水 为了更加的方便可以可以 水桶也要买 那我建议把这些墙上 我觉得换一些用中文的一些口号 或者不自由的啊 就是墙壁今年搞这个粉刷是吧 弄漂亮一点对吧 就是写一些 让这样我们可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 啊这个确实这个建议非常好啊 校长跟副校长都没想到 我也没想到啊 今天马上开学了 来这个学校过两天我又得走了啊 得回去好好地工作一下 这次来呢就是刚好又接到几个新的任务 下个月过来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他搞了 这个墙壁他们要粉刷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要开始种这个花花草草种树了 因为春天植树节马上到了 还有呢就是把现在现有的这些金属设备啊 全部给他重新翻新一下啊 这个今年的任务就是这样的 这个任务完成了 我又可以出去浪了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回阿富汗啊 再继续给他们升级一下啊 他们就感谢你 感谢你买了 买了就是大米啊 大米啊 没事没事 每次给老师他们买东西 他们都会来感谢一下啊 很有礼貌的 没事没事 下次还会回来的 给学校弄漂亮一点啊 就是这个地方种花是吧 对最后就种花 这个还可以种一个树啊 今天到学校万叔带他儿子来了 他女儿每天上课 儿子也带到学校来一下 一个男人照顾三个小孩挺难的啊 你好吗 你好吗小子 这个地方今天要种树了啊 准备计划种个四棵 一二三四 早上好兄弟们 我现在回到阿富汗学校了 给你们看看昨天晚上把这个门给装好了啊 之前学校的那个焊册就是那三个 然后现在这边他已经全部把它拆掉了 哎呦大哥怎么摔跤了 没事吧 没事 他这边怎么拿那个 拿那个什么泥把在敷 没有水泥吗 好像没有 校长在哪里 我们跟校长沟通一下 今天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会装到一大半吧 然后现在校长和这个村民过来啊 这边他需要一个怎么弄法 就是校长说 他这个弄一个窗户 然后那边的外面里面也要刷那个水泥 要刷一个水泥涂掉是吧 他在这个地方他要把厕所全部敲了以后是吧 对 在这个地方修一个仓库 那我们需要买点材料是吧 对 大概是需要买什么 水泥 水泥啊 水泥水泥不用说 水泥 水泥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搞一个仓库是吧 行 这个门已经装好了 带你们看一下这门 这门很结实 留个后门 它是用来逃生的 是不是 门外头这个地方 他要粉刷一层这个水泥让它更加坚固啊 这个工程是村民他们自己帮忙做是吧 对 那可以 那这个工费又省下来了 你问一下校长大概需要多少钱采购水泥 25代 看这个弄品然后第一线 他把这个地方全部铺上是吧 做一个硬化啊 那我那这个工程有点大 兄弟们看看啊 这个地方全部要填水泥的话 它是一个大工程啊 他填水泥还要填买沙子什么的是吧 沙子里 沙子我们有啊 上次我们还有这个沙还有这个砖 就是这些材料是足够的 那就只买水泥啊 25代你算一下价格 今天多少钱一袋水泥 九倍 需要9500 你这样吧 我给校长一万啊你 然后剩下的给他们兄弟们买点水喝行不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行吧 那就给校长去买吧 那个楼上面 那个木头 用木头吧 用木头吧 他说如果是那个下雪了 水会把那个倒下来 那你这样吧 你让校长去采购 我们就把这个钱给校长 木头钱你问校长多少钱 大概需要多少钱多少根 我现在给你 7个木头一共是600是吧 不是600一个 600一个 6742那就是4200是吧 那我再把这个4200给校长 可可摆三大 80 80 你让我还欠他30 那我再给你补啊 你缺了多少车费你帮我垫 然后我再给你 OKOKOK Thank you 今天你看一下 今天这个钱又花光了 只有一个打车费了 回去跟李连龙吃个饭就没了 昨天我们给学校就是弄了那个铁丝网 然后今天就是发现这边还有最后的一个工程 这个也是最后的最后了 所以说今天把这个工程给它结束了 这边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是因为这个地方它要做一个水泥把它填上来 因为那里这些是个厕所 做一个地面的硬化 然后在这个墙壁上也做一个硬化 我们那个铁丝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铁丝网今天是已经迁到这边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铁丝网 现在这边全部装好了 带你们欣赏一下 昨天弄过来的 这个是那个发电机 就是专门加那个柴油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铁丝网装的怎么样 来 这边就是我们装的这个铁网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安全可靠 这个地方弄上来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从这底下装过来 装过来它要掂量一下 今天来到学校 又帮这个老师把这个任务搞定了 然后明天我们看它在那个地方开工 看一下这个什么时候会弄好 那兄弟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